那么这次总算有一个不文明行为这种记录的占行办法 那么说这个办法会不会起到作用 在我看它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就告诉大家这是不文明 以前法律没规定 现在又规定了 可是问题它只是个占行办法 是国家一个不委公布的办法 它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的角度 所以你说正常的来说 我们刚才看这个黑命大人公布这四个人 其实如果按正常来讲进黑名单 我们说你要进了银行黑名单 可能你办信用卡房贷可能就不给你做了 说你要进了交通部门黑名单 可能你买飞机票买火车票不让你买了 这是黑名单的效率 但是进了这个黑名单 其实对这四名游客有影响吗 后来记者采访了其中那位王先生 王先生说没啥影响 说不让我抱团旅游 我自己自助游 不让我坐飞机 那我就坐火车 我开车 你拦不住他 有人说那不让他出境 那对不起 现在这旅游部门没有这个权利 就只有公监法 海关相关部门 是可以让游客不准出境限制的 你旅游部门没有这个权利 必须得上升到法律 赋予你这权利 对于政府们来说 法律不给你这权利 你就不准随便烂使用这权利 所以你看这个 在兴管理办法里头 有一条规定 就是必要是由旅游部门 向相关的公监法 海关出境部门通报 一个是必要是 再加上个通报 就说明他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令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震慑警示的作用 真挪到现实当中 展示他的用处还不是很大 就不是对你硬性约束 不是像很多黑名单一样 封杀你或者处罚你 他没有那些太多的直接处罚 有的人说这信息保留两年 你这两年 人家可以采用其他方式规避 你像包括买票 到景点买票 也没有要求用身份证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公布那四个人 对吧 所以管是管不住的 所以我说这个条令颁布的 要跟现实对接呢 它还需要上升到旅游法那个高度 旅游法今后要补充这方面内容 这样你作为黑名单来讲呢 通知相关的部门 对上了黑名单这人进行处罚 他也是于法有据的 那有人说这是怎么办 要我看 公布这不文明的这个记录啊 还不如重罚一点实惠 你看新加坡 对于这种不文明行为 甚至随地吐炭 六百美元罚 再高了一千二百美元 这种重罚经济手段 对很多人来说是管用的 我觉得比这个仅仅公布 这个不文明行为信息啊 比这个要好使要管用 再者说了 像这种不文明行为啊 那绝不是你短时期 靠这个能绑过来的 因为有很多的行为 它是几代人攒下来的 是种习气 它是受家庭教育 各个方面社会风气的影响 比如啊 到欧洲去 有很多的教堂 博物馆 它都是很庄重 很庄年的 那么虽然呢 全培人员也在行前 告诉他们了 进去不准大声喧哗 不准怎么样的 都讲得很明白了 但是有的游客 一下子着急了 把忘掉了 在一个打得很大 很幽静的一个博物馆里面 大声的啊 叫 叫了以后惊动了 边上的管理人员和保安 人家的人为 你照里面来喧哗 然后把它 担出去了 你包括美国人和日本人 也出现了和中国人 类似的部分的行为 它也是经过多少年的 这种改正才过来的 你像我们呢 改革开放富起来了 它有些目光短浅的行为 为什么呢 我眼前拥有的财富 它不一定是我的 这个环境也不一定是我的 那我就会产生 自私和短视行为 就是我眼前 自己合适就行 我管什么公众利益呢 所有眼前 得合适就合适 弄一把就试一把 自己合适就行 所以这个需要 一两代人 甚至几代人 来把我们 深入这些恶劣的气息 来把它扳平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在说具体例子 你看经常有这形象 你有不文明行为 旁边说你注意 你文明战 他经常来一句话 你管得着吗 你管得着吗 用你管 用你管 很多人还是这个形态 人为什么总要别人管呢 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自我约束呢 做一个很文明 有尊严的这样一个中国人呢 所以这件事情 每个中国人要好好反思 不文明行为最主要的约束方式 我看要依赖我们每个人 内心的自我约束 我觉得很多游客 现在出行的时候 他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合适的 而且网上有很多 怎么样的旅游才是文明的 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到国外怎么样去注重一些 国外的风土民情 这样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相信我们的国民的素质 会慢慢的提高